下面中可以看到呢 沈静心在第三度被检方解体 一样是坐着轮椅被推进了台北地检署 而且面对记者的问话呢 他也是都没有回应 不过可以看到他坐在这个轮椅上呢 沈静心也是相当的疲惫 而且整个身体看起来是非常的失落 他其实是从8月30号被羁押 进线之后呢 已经是有二度的来进行保外就意的部分 而且呢出现了上腹下腺 还有全身抽搐的状况 一次身体状况真的是不太好 那他委任律师呢 在16号的时候呢 也已经是提出了这个最早停压的部分 希望法院呢可以让他交保出来 然后还好的了养这个身体 而法院呢他们裁决之前 必须要先询问看守所 还有医疗所的意见 另外呢还要征询检察官的意见 因此呢最快这个裁决结果 在下周才会来进行出炉 那今天检方来借题 询问本庆经的部分呢 不排除是要询问他 先前这个5亿的金流流向 或者是有其他的市政 也都要来进行交叉比对证值 那根据楼姐呢 今天下午检方还会再来传唤 另外一名证人 如果有最新消息 我们将随时为您掌握 先将镜头照样一个捧妹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